今天7月4号还要两个小助理再跟我来加个班 来我们先把这个我们森林湖的这种房子 今天要交房了 那这个房子我们卖的价格也很好 屋主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 130几万个价格购物的这种房子 然后短短几个月 今天我们close的价格是184万 就像前两天我们在222那个房子一样 也是短短几个月之内 屋主的溢价呢就达到了30多万甚至更多 所以投资的实际很好 然后一会呢就会有那个家具公司 来把这些家具都收掉 这个家具摆的还是非常彰显了 房子的品质 让这个房子看起来这边有质感 OK我们帮他们来开个门 我们走了一会他们就来了 我们现在去参加同学的生日会 好礼物已经拿好了 那我们就在这个 chunk and cheese 是不是 chunk and cheese best birthday ever best birthday ever ok 别人都已经到了 我们也抓点紧 主要是我们工作耽误了一下时间 去吧 他们直接租下了 对他们是租了一个时间 对他们是租了一个时间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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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进进进 请进行进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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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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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去 i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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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thank you 啊 里面是这样子的 去找一下啊 去找一下啊 mary 在哪里啊 他应该有个桌子 不是这个 啊 哦在前面在前面去吧 哈喽哈喽生日快乐 好 你可以放后面吧 对 好你现在忙 你现在忙 去吧 你试试嘛 嗯 人这么小 说明你们已经长得太大了 只得上一刻要压塌了 要塌了 谁放进来啊 啊 抓一根绳子 老大忙着开赛车 玩游戏 老二 忙着赚钱 钟情于推金币也能多赚点钱 你这是个吃家的好孩子呀 我再станов了 啊 就了解了 在我们家对面 她是中国移民到香港了 她从香港来找了个土耳其 她老公是土耳其人 土耳其男的 那是土耳其男的 还有个女的是她们朋友 她说我们先走的前面还有个朋友 咱们小学中国人不多 我要一趟趟说中国 晚上 晚上 我叫姨妈 问到你爸姨怎么成功 你爸上想了半天 问到我 我现在是什么 我也是姨妈 哈哈哈哈 哎呦 真要好奇了 自己的英文名记不太住啊 老爷爷 我想了半天 我现在不是姨妈 我是姨妈 我也是姨妈 晚上国庆节的晚上 今天早上我们去参加同学的 生日会 然后 姨姨老爷 兵分两路 他们去看了 Wood Bridge的游行 感觉怎么样 等会儿再记了 这就是 这就是很多人都喜欢住的Wood Bridge原因 只有咱们这个小区这一片 所以我们住在北湖决定饭后直接走去南湖 估计得走个半个小时 20分钟 我们也要饭后 以前老爷走过 从北湖走去南湖 已经听到那个烟花的噼里巴拉的声音了 哇我每次走到这个湖这里都觉得心情特别的舒畅 美好的一天 看看就觉得心情好 而且下午在这边有那个划船比赛的 下午是在这有有好多比赛今天 其实我选择住在Wood Bridge这个社区呢 有几个原因 在尔湾大家知道有非常多的小区 那么在5号 整个尔湾 整个尔湾呢 其实是以405和5号高速划分了几大块 那么在5号高速以北的位置 就是整个小区啊都会比较新 大概都是在2010年左右建的一些小区 像东木啊 Stone Gate啊 Woodbury以及Cypress这些小区 那在405高速以南 也就是靠近尔湾大学周边呢 也是整个尔湾里面就是房价最高的 然后那边的房子的占地也会比较大 像Turtle Rock啊 Turtle Rock Samaya 还有City King啊这些社区 那么在中间这一块呢 也就是Wood Bridge这一块 其实房子的房里是比较旧的 那它的有一些缺点就是第一房里比较旧 都是同意是在1978年到80年这个年代建立的 那那个时候建立的房子 建的房子呢 其实它的户型不是那么的合理 很多结构呢会有点奇怪 甚至会层高比较低啊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屋顶是斜的呀 在那个年代是比较流行的 但是希望到现在来看呢就已经不再流行了 现在人们都是喜欢大开街 open space这样子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 Wood Bridge的社区的物业管理费是比较高的 那像我们家我买房的时候是380几 那么现在呢已经涨到了400多了 那还有的一些房子呢都是500多的物业费 这是住在这里的几个缺点 那么再说说我为什么选择住在这个小区 它的优点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它非常优美的环境 大家如果经常看我的视频的话 会看到我们家社区周边呢 有耳湾唯一的南湖北湖人工湖 然后湖周边的景色非常的漂亮 还有绿树成荫 还有二十几个网球场游泳池等等 当然这些公共设施像游泳池这些在很多 在几乎在每个社区里面都会有 但是这边的绿化植物啊 包括每一家种植的这种园艺 都是非常漂亮的 那这边呢是在整个耳湾里面 华人的居住比例是最少的 因为我们是可以看到房子屋主的一些信息的 从拉斯内蒙看得出来 这边是主要是以白人居多 那么像我们家周边的那一圈邻居里面 嗯不到二十户吧 只有有两三户是中国人 其他的都是老美 而且基本上都是在那个房子里面住了很久 大概有二十多年的 二十多年以上的这些老邻居们 走了半个多小时了才走到 他走了一半 走到我们公司这儿了 然后这边有个老码头火锅 看不清楚啊晚上 然后在那边过去 现在开了一个火锅店叫戴妹 这两天是营业 我们改天去试一试 哇还走到这儿 南湖跟北湖的中间 所以Wood Bridge是一个 嗯 换手率特别低的 出来的房源很少 那么出来的房源如果想要找到好户型呢 又是少之又少 所以 第一个我喜欢的就是它的社区环境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 它的地理位置很方便 那么它呢既不在五号以北 也不在四零五以南 而是在四零五跟五号 这两条高速中间的位置 那就让我们家呢去 每一个 比如说大华超市啊 韩国超市啊 都非常近 大概去这些超市开车 只要三五分钟 那么然后我家去 尔湾的任何一个地方 基本上都是在十几分钟之内 不管是去Potola Spring 还是说去Total Rock 都是十几分钟 但是如果说是住在最南端 或者是尔湾的最北边的话 那要贯穿整个尔湾的话 可能需要二十五分钟的 一个车程的距离 所以第二点就是它的位置 这不是高速 这是尔湾Wood Bridge 哇 这晚上手机的像素绝了 那第三点呢 那第三点呢 就是这里保持了非常传统的一些文化 就像今天我们看的这种游行啊 就是独立日的游行 烟花表演 或者是说平常会有一些社区的活动 会比较有这种美国的一些特色 这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点 但是它还有一个缺点 我刚才忘记讲了 就是其实Wood Bridge 没有那么受大家欢迎的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这里并不是尔湾最好的学区的地方 尔湾里面有五个高中嘛 一个是北木高中是很好 然后第二个就是大学高中 这两个高中都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些高中 我们的客人非常喜欢的 然后后面呢就是还有一个是普特拉海 也就是尔湾最新的第五高中 排面呢现在也不错 而且设施很好 设施很新又很大 那么在后面有一个呢 就是大家不太熟悉的就是Wood Bridge High School 那么就是在我们这个社区里面 它既不是排名很靠前 学校呢也没有很漂亮 因为它的这个年份还是有点久了 然后最后一个还有一个 尔湾 High School 尔湾 High School 尔湾 High School 品分并没有那么好 所以我们家这边 并没有特别出色的一些学校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要看个人情况吧 我们家这个学校因为华人相对少 可能没有那么的卷我觉得 然后所以我觉得就让他们有一个轻松一点的 开心一点的童年吧 终于走了四五十分钟 我们终于走过来了 那之前我有想过说 要不要让他们转到一些比较有名的一些小学里面去啊 但是就是有一 去年他们就有一件事情改变了我这个想法 就是去年我们做那个万圣节 晚上出来去药堂 那个tree call tree的那个活动的时候 我们走在马路上去药堂 那我女儿刚刚去到那个学校才一个月的时间 然后走在这个路上的时候就有很多人 然后都在叫我女儿的名字 然后他们就接放离去就很容易就认识到他们 所以那种感觉感受就是很有融入感 但如果我们没有在这个学校里面上学 就像我女儿之前啊 没有上这个学校没有来美国的时候 我自己平时其实是不太参加这些社区活动的 然后所以就比较少跟邻居啊 跟整个街坊邻居有这种互动的机会 那突然我就觉得哎呀这也蛮好的 邻居很多小孩年纪相仿啊 还有很多的老师 就是在那个小学里面教课的老师 也都是住在附近 所以就很有那个社区的融入和氛围感 所以这一点也打消了我 最后说把它换去其他学校的一个想法 OK我现在已经走到 一边走动一边说话气喘叙叙叙了 从我们家走去南湖 其实开车的话大概五六分钟 但是走路的话要半个小时吧 我们是八点开始走的 烟花表演说是九点开始 但是我一直听到那个烟花的声音 好现在我穿口去一会儿大家来看看烟花 为什么大家都站在远远远处的这个路口上看 难道里面已经人满为化了吗 二人 啊 而且二人是 他在给你撒狗 比我们出发晚 比我们逗得还走 你说啥 他他在给你撒狗粮 刚才 他们他们俩在 他们俩在二人附近 续温暖 嗯 他那时候也在撒狗粮 他也在撒狗粮 他也在撒狗粮 嗯 你们俩这说的话 我都没有办法 发视频一下 好 现在虽然光线不好 但我身后的这栋房子 就是前两天出现在我视频里面 是那1450尺 要价145万的一栋房子 就是我身后这栋 本来我的客人准备出offer 结果说现在的那个 offer价格已经到200万一栋了 一尺本来一千块钱已经不便宜了 但是现在标价标了60多万上去 这可是对方也只能告诉我的 但是他有绝佳绝佳的景观 看看现在大家都在他们门前的这个草地上 在看烟花表演 偶遇 偶遇了熟人 嗨 哈喽 嗨 哎 你们三个 哇 哇你真的有很爱soul ride 给我们还带的饮料 品牌带连人 真的你要给你广告费的 对 好谢谢了 没事 谢谢 好谢谢了 拜拜 再见拜拜 拜拜 明天我们赶走啊 哈哈明天赶走 好了拜拜 拜拜 哦那是最后一排让你们挤在后面 还给你们带的这个soul ride 饮料 哇幸亏 幸亏我们坐车回来的没走 真是走不回来了 是吧我们走过去花了 我们花了50分钟才走过去 然后走过去人家也快结束了 看了个烟火的尾巴 明年 明年 明年我们走快一点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我们July 4th Happy July 4th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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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